首先上禮拜相關的資料 一樣是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雜誌問卷調查分析 裡面會第一個遇到的問題 這個裡面原來的資料是編號 你要把編號把它變成它實際上的資料 實際上的資料在清單裡面 編號要把它變成它後面的資料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會用到有一個函數叫VIRU函數 另外的話 再定義名稱並且把它向右向下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會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用V的環數 第二個的話就是定義名稱 第三個的話就是再用Internet做查詢 做完之後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再利用所謂的 錄製聚集的方式 可以把它變成按鈕 兩個按鈕就可以把這個結果做出來了 重點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你們開啟這個檔案之後的話 那當然第一件事情 你就先怎麼樣 先把這個名稱先定義好了 因為這裡面的話總共會有 14個像這樣的一個 這個對照的清單 那我們可以拿那個它的上方的名稱 Ctrl C 第一名稱的話就Ctrl C 然後選下面的範圍 貼到這邊上面Enter一下 也就是這個 上面這個就是它名稱 底下就是它的範圍 也是這個名稱對應的就是這個範圍 其他一樣 所以這個年齡的部分也是一樣 把這個先 Ctrl C 然後這邊的話 選取範圍之後 然後再到那個 名稱 方塊裡面的話 把這個名稱給定義 那也就是說你這個地方必須要 做14次一樣的動作 而且這個動作的話 記得不要做 因為之前有同學也是一樣 就是其中有一兩個是做錯的 那結果當然就會有一兩個是錯誤的 然後 當你做熟的話 其實還蠻快的 就分別把後面的東西 分別 這個是名稱 那下面是範圍 OK 然後呢 做完之後的話呢 第二個步驟 我們就是要來做查詢 所以這邊Ctrl C 選取 Ctrl V 那做完的東西的話呢 一樣會放在哪裡 會放在那個名稱管理員裡面 所以你 只要呢 做完之後 這邊還有 總共有 最常 那這個 部分的 這個題目裡面其實問的就是這一些 比如說你會在哪邊買 這些雜事 OK那購買 有點像現在 很多時候呢 你買雜誌 可能現在在實體商店越來越少了 慢慢的可能會走那個網路或者是 這個 像是 比如說像 蝦皮購物啦 或者電子商 那個電商 去購買這些東西啦 那當然他主要是希望知道說 你現在的使用習慣 還有到底你喜歡哪一些東西 那所以 你把雜誌換成產品 一樣也可以做一些 調查 也就是說呢 你要先知道說你的那個客戶 或者潛在客戶 到底是哪一些人 那你針對這些人去做行銷的話 那相對的話 也會比較容易 讓你的這個業績成長 OK 那這個地方第一個動作就定義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把問卷調查再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 所以按Ctrl鍵拖拉 並且把 產生的這個 裡面的資料 把它清掉 所以Ctrl序位向右向下 Delete 然後再利用插入函數 上禮拜講的 這個 查閱參照裡面 我們就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View函數 OK 主要是這個函數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查詢 那查什麼呢 查編號 查跟他一樣位置的前面這個工作表 同樣位置啦 所以我們的位置在B2的話 那一樣就在前面這個問卷調查清探號裡面的B2 那第二個的話呢 去哪一個 清單裡面查 剛剛我們有建立清單嘛 那因為清單名稱就要性別 所以你按F3 OK 所以如果你定義好名稱之後 要記得有一個快速鍵叫做F3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郵標放這邊之後 然後你按一下F3 他會跳出這個清單 那你就選舉什麼 選舉性別 這邊有個性別嘛 你就把性別這個名稱放到這邊來 那也就是他會去 那個性別裡面找找看有沒有A1 那如果有的話把A1的第2欄抓回來 所以這邊輸入2 那要完全一樣的東西的話 不要找接近 一定要找完全一樣的話 那你就輸入0 OK好 那這樣就完成 在上禮拜做的啦 那大家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呢 向下填滿 他就會全部查完 但是會有14個欄位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希望說做14次的話 只希望做一次 那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公式 再加上一個關鍵的函數 叫INDIRECT 那INDIRECT函數 其實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邊需要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名稱叫性別 剛好這個性別兩個字 跟他上面的欄位名稱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其實只要跟他講說 我請你幫我把欄位名稱 對應到的 就是一樣的名稱的那個清單幫我帶過來 可是你不能直接指向這裡 因為如果你假設把這個 這個 名稱指到哪裡 比如說你把這個Table Array 直接指到這個 B1的時候 他沒辦法幫你抓到東西 因為你裡面給他就性別兩個字 他不知道是性別兩個字要幹嘛 那你必須在透過什麼 透過一個叫做 INDIRECT 所以上禮拜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INDIRECT 那這個可能要自己稍微把它打上去 INDIRECT 這個函數 那他就會幫我怎麼樣 把 上面這個名稱叫做性別的 那個清單帶過來 OK所以INDIRECT 實際上 他的作用就是幫你把清單帶過來 OK 好那帶過來之後的話 那我們按確定 看一下有沒有結果 如果有結果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是沒做錯了 那你想說這樣有什麼好處 其實好處就是你可以向右 他會自動去改變 本來抓性別 有沒有 他會改成什麼 因為向右拉的時候 因為 C會變成 B會變成C 變成CE 有沒有 然後向右拉的話 又變成D1的 所以以此類推 上面名稱剛好是我們定義好的名 就是剛剛我們定義的那個名稱 所以你向右拉整個就OK了 有沒有 全部就完成了 但是如果你向下拉的話 你會發現 好像出錯了 為什麼出錯呢 主要原因 應該是出在 你向下拉的時候 他參照到 應該 INDIRECT應該是 參考還是參考到D1 而不是變D2 那為什麼會變D2 主要的原因應該 我們其實用這個好了 拉過來這邊 錯的話應該就是說 B1會變成B2 OK 他為什麼會變2 因為 只要你向下一個儲存格 他就變加1了 如果你不要讓他加1的話 很簡單 還記得吧 其實你在1的前面加什麼 錢的符號不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 你等一下向下拉的時候 不要幫我加1 OK 不要加1 不要加1就加錢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這個就最後的完整公式 所以我把它向右拉 有沒有 然後呢 再向下拉一個 你會發現 他又查完其他的 看一下有沒有錯 好像都沒錯 沒錯的話呢 你就可以快速點2下 他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上禮拜 最重要就是 把這個公式給做出來 這個公式如果假設 你 記不太起來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其實也有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盡量就是用理解的 而不是說你用死背 因為死背的話 我剛剛寫就這個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3頁 有沒有 那關鍵的地方就是第1個 你要先定義名稱 第2個的話用微微環數 第3個的話再用Indirect 指向他上面欄位名稱 那可能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這個錢的符號 當然上個禮拜就有同學發生 錯誤他想說 老師為什麼 其他都對只有某一個欄位錯 這個欄位錯 我看一下 那個欄位錯是因為 在公式裡面的名稱 比如說其中有一個 有無訂閱好了 這個 那因為他可能 這個 其中 有一個 應該這個範圍指到這裡 可是他 他看了一下 他說這個錯 為什麼錯 有可能是這樣子 比如說你在選範圍的時候 選錯了 那你會發現 哇 這個地方只有一個欄位出錯 哪個欄位 這個地方 他出現什麼呢 警、NA 其他都對待為什麼這個錯 這個好像 蠻常同學會出現 或者一個錯、兩個錯 那如果其中一個錯或兩個錯 如果你要找到 原因的話 那很簡單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然後你看一下 就是應該是這個的名稱不對 那名稱哪裡不對 你可以看 有無訂閱 有沒有看 這個有嗎 有無訂閱雜誌 這邊有 那你可以檢查一下 參照到哪裡 下面就是他參照到的範圍 那你可以點下面一下 他會告訴你說 他這個名稱是參照到哪一個範圍 他參照到這個 我還有同學 可能是做太快了 然後就做錯 怎麼解決呢 很簡單嘛 理論上應該這個名稱是對照到哪裡呢 對照到下面這個範圍 所以你可以把下面這個名稱刪掉 然後呢 再怎麼樣 把它選一下 有沒有 選一下就OK了 選完之後打個勾就可以了 表示說呢 我要修改成正確的範圍 好 那我改完了嘛 剛剛有出錯現在 關閉之後呢 會不會就正常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這個還蠻常出現 同學很常 問的問題就是說 老師為什麼只有一個錯 其他都對 我也都稱公司也沒打錯啊 為什麼出錯 因為你定義名稱錯啦 所以改完之後 你按 關閉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就正確了 所以請各位 稍微修正一下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些做成 一鍵完成 就是按鈕 有沒有 那按鈕的話當然呢 我們可以自己寫公式啦 或者是說我可以把它用錄日聚集的 那我先把這 B1到歐藍 我先做個動作 把它藍寬稍微縮小一點點 為什麼縮小 因為 它太寬了 所以我先把它縮小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 原來就是長這樣 太寬了 所以我把它先選起來 然後把它藍寬稍微變窄一點點 反正可以看到資料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就 B1到歐藍 那歐藍可以拉寬一點點 不要以為有P藍 其實P藍沒有 只是因為太寬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這個公式呢 變成 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清除 按下去全部清空 一個按鈕的話 是可以把它又重新恢復 那當然我要錄日聚集 怎麼做 OK所以請各位先把 上個禮拜的這個重點 其實剛剛講的重點就是 這一個公式啦 OK 待會再來就完成那個VBA 一鍵完成 那這個我們用錄日聚集就好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